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這一集就和大家來聊聊我最近看到的一些東西 原本是打算寫好稿子再來錄啦 但是今天晚上突然睡不著 然後稿子也沒寫完,算了,直接來錄 抽獎資訊我們就放在最後面 首先第一個看到的是我最近在募資平台上面看到的一個外接SSD 它的名稱叫做GIGA DRIVE 它的價格真的是便宜,非常便宜,便宜到我都非常懷疑了 第一個我們就來看它4TB的價格 GIGA DRIVE PRO 4TB價格是359塊美金 台幣大概是1萬塊左右 真的是非常便宜 你知道現在1萬塊大概只能買到M.2 SSD的2TB的版本 怎麼可能說價格1萬塊然後有辦法4TB 然後還要給你一個外接盒 這個外接盒目前台灣賣大概也要三四千塊錢吧 我這SSD價格就是它售價的兩倍了 光是這點我就覺得非常懷疑 那如果真的它有做到的話 那我覺得它非常厲害,我真的非常小的了解它是怎麼做到的 那如果有人買的話 希望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經驗 真的有拿到東西,然後測測看真的是不是4TB 第二個和大家聊一下我最近發現的一些小資訊 因為我們現在手上有一台AS660 4T 然後有一些外接設備,我有一天在查QVL的表的時候 然後發現 怎麼有一個型號我沒有看過 它好像是AS33 然後我就把AS33這個關鍵詞丟到Google裡面 然後發現更多的資料 但是我又回去確認一下華雲的官網是沒有AS33這個系列的機器 所以我猜這個可能是華雲接下來要發表的機器 以33這個定位來講 它應該是比較屬於低階入門的機種 所以價格應該不會太貴 那以華雲的調性 通常這樣的機種也就不會去配到8倍、10倍那麼大 那華雲也沒有做過6倍的嘛 所以我就丟了AS3302T跟AS3304T這兩個型號下去 發現真的有找到一些東西 但是如果打了AS3306跟AS3308是沒有找到的 所以看來華雲接下來可能要推出了AS3302T跟AS3304T 那就規格上來講我也不知道它會推出什麼規格啦 但是以華雲這幾年的路線跟他們在做的規格 我覺得應該會直接升到2.5G 從型號上大家可以推敲AS33是比AS52跟AS53系列還要低階的 所以我想它內建應該是不會有M.2 以華雲這幾年一直在走非常高CP值的硬體規格路線來講 我覺得這個系列價格應該也蠻殺的 那就看看之後發表之後他們的售價是多少 第三件事情就是威剛最近有跟我說他們有20週年的活動 那20週年的活動我上去看了一下優惠裡面就是 電源啊、有特價、耳機、風扇、這些鍵盤、這些電腦周邊、電腦零組件 那如果你們要消費的話它也有活動的抽獎 挑戰20這個頁面 然後裡面有兩個遊戲 一個是威剛問答 它裡面有一些問題喔 我們再把那個題庫整理給大家 那其實大家也不用去看選項啦 就把那個選項背好就好了 因為它的題目我發現順序不一樣但是題目內容是一樣 然後選項會跟隨著題目嘛 那選項本身是完全都一樣而且順序也不會變 就完全是在做題庫的感覺 所以只要把選項背好就可以了 像是什麼林書豪啊、2001年啊、20歲 喔對如果遇到有以上皆是的選項就是一定都是選以上皆是 那目前看起來有兩題 都是答案都是以上皆是 還有一題我第一次做的時候直接就是做錯的 它那一題問說 威剛的LOGO上面沒有以下哪一個顏色 大概是這樣的問題吧 那答案是粉色啦 那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第一次就選錯了 不過也沒關係 這個遊戲五題裡面 立刻答對三題一樣有抽獎資格 第四件事情就是我最近有去參加手機的發表會 是POCO的 他們發表了三個系列的新手機 那三個系列的價格都還蠻便宜的 真的就是整個聽完以後我最後的印象就是 哇好便宜啊 雖然便宜但是規格也不差 那希望我們之後有機會是可以來開箱的 抽獎資訊就在這邊說一下 如果影片發出後一個月內 這部影片的觀看次數有超過3000 那我們就在留言 抽一位觀眾 可以獲得小米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留言的內容可以講講你最喜歡這部影片的哪一個話題 或說給我們一些正面的回饋 我覺得都可以 第五點和大家聊聊MacOS 我最近升級到了11.2.3 那我發現MacOS 11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改變 原本我非常喜歡的右邊小工具裡面的計算機 現在居然完全沒有了 就我不懂你明明就是一個計算機 你都不能留給我嘛 剩下其他視窗對我來講根本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功能 就可有可無啊 但是計算機真的非常重要 然後現在這個視窗也非常白痴 就是如果我滑鼠可能只是到右上角 他就自己會把這個小工具叫出來 但是就會遮住我原本要點的右上角的內容 然後我又要把這個小工具縮回去 每次就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正常 如果有人可以告訴我這個小工具是可以在那裡關起來的話 真的是非常感謝你喔 第六個來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開箱海盜船的耳機 它的型號是Virtuoso RGB Wireless 然後它是一個我選的顏色是珍珠白啦 那珍珠白這個顏色真的是蠻好看的 然後整體的做工也非常不錯喔 像它的頂部這邊這個材質接觸頭部的這個材質非常的舒適 支架的部分也都是金屬的 這個銅色的還有香檳精的這個顏色我覺得真的非常不錯 而且它的關節有阻尼感 除了跟單體接觸的耳罩這個部分啊 它是沒有阻尼的 其他的部分阻尼感都非常棒 重量是比較重啦 但我覺得如果我自己在辦公室裡面長期戴的話 是覺得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出門戴這個好像真的有點重 所以目前我出門還是會戴Sony的1000MX4那一台 那一隻耳機我覺得就是像剛剛講的它的那個樞鈕就很鬆 我不能習慣 那兩款耳機的取向也非常不同 但是很明顯可以發現 For sure這個藍牙耳機它有一個蠻 啊不是藍牙不是藍牙耳機 它是無線耳機對它沒有藍牙 它的無線是直接用USB的WiFi然後來連接的 然後我發現它的延遲真的比較小 大遊戲真的非常有差 我有做過一個測試就是將兩台電腦 然後同時播放同一首歌 一個是連到海盜船的耳機 另外一個連到Sony的耳機 我的測試方式時間將兩隻耳機聽到的聲音先調到可以完全同步 然後這個時候回去看播放器上面的時間碼進度條 我發現海盜船這一組的進度條 速度大概是慢了0.5到1秒左右 不過這反而是代表說 海盜船整個耳機的延遲是比較低的 就是大概低了 0.5秒左右 實際拿這隻耳機去玩賽車遊戲也真的有感覺到 它的延遲比以前的藍牙耳機延遲還要低 蠻想去睡覺的 今天就先錄音到這邊吧 記得訂閱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